标签穿好后进入手动画面 手动画面下方有个标签定位 按下标签定位 标签定位前面出来的标签是那么长 对不对 你看一张标签没有出完 像这种情况一张标签没有出完 是不是 一张标签没有出完 这种情况就可以把电眼移到 没有出完的位置 这个位置 然后 再按下标签定位 直到这个标签出完 前面预留一点点 或过你前面看得出来太长了 太长了 可以把这个电眼再往前 再往前调一点 再往前调一点 再按标签定位 好 那你的标签就整张出完了 整张出完了以后 把 把产品 把产品套到这个字句上 啊 套到字句上 按 按这个 定位气缸 好 按定位气缸 把这个定位电眼 对准 对准这个缺口 定位缺口 现在用的是下降源 你看 照到缺口 红色 红色比绿色 小 有信号 然后转到这个没有缺口这个地方 那就是绿色跟红色一样素质大 它就不会出标啊 然后中间这个瓶子靠进去中间不能有缝 有缝的话就把下面这个螺丝跟这个螺丝 这边这个螺丝跟这边这个螺丝松了往前推啊 然后松开定位气缸 松开定位气缸 就是这样子 然后进入自动画面 按运行 好 按运行以后 踩动脚踏 它就会贴标的了啊 就会贴标的啊